既然你當初告訴大家說不缺電 為什麼現在綠能發電的就是標準目標 與現在你們當初的預期差這麼多 差這麼多的情況下 你們是不是用火力發電燃煤發電的 還有就是天然氣發電來取代 這個部分你們應該要跟民眾說清楚 其實我們已經用費發電 幫你在補這個綠能發電的缺 已經備航久了 你來看一看最近因為缺水的問題 我們中南部 你沒有全台灣已經沒有一個地方 還能說是空氣的品質非常良好了 其實我想天然氣的發電這個部分 牽扯到真的非常的廣 第一個台灣目前燃氣的儲備的能力 真的非常的有限 這加上路上運送的過程非常的繁複 我想我們現在採購天然氣 大多都是從譬如說澳洲 甚至與印尼等國家運送過來 但是由於儲備的能量非常的少 所以說這個運送的過程的安全 以及穩定是非常的重要 我那麼簡單的我覺得 跟輪水一起 III